中美贸易谈判的危机,令港股在周一曾出现预千点跌幅。最终全日下跌871点,而同日户中止亦下跌171点。 周二两地股市皆反复上落,最终亦只能轻微回升,反弹力度不足,今次事件,事计憧憬美联储局减息,憧憬中央大水曼贯托A股之后,再一次令市场好有的主观愿望落空,第一季的升浪,市场的评论一面倒落官,主要是以上三项的憧憬,而由于指数协升了上来,大部分投资者皆以股市升了者摩多者一个结果。 来断定联储局一定会减息,中央会继续放水,中美谈判一定颇顺利,这事到果为因的想法,若以技术分析而言,恒指在4月份于高位大成交横行,接近四个星期的时间,而最终以列口向下跌破此横行区底部,形成了大型的倒形顶,周初的大跌市,成交于1300亿元,列口顶部29678点张是颇大的阻力位, 相信后市仍要反复向下沉底,短期不宜心急入市,周二大市之反弹,主要是中方确仍会继续派代表团去美国开会。 但此一时比一时,特朗普发表了威吓中国的言论后,相信会谈的障碍会更大。